是因為我們小孩子都搬家之後 就是那個看眼鏡就沒有再使用了 但是我爸媽好像還是 那之前有一個媽媽 她就想說 他們那一個樓層有那種飲水機 她就想說 結果她就後來 小朋友喝了 已經開始奇怪拉肚子血便 然後就送醫生 發現說它是什麼 喝水其實不簡單 看似健康卻有陷阱 到底怎麼喝才正確 精彩內容千萬別錯過 喝水跟健康的關聯 當然我們講的這個叫做標題的感覺 但是到底重要到什麼程度 要來一點學理的是不是 學理 不是 我們要幫助我們 多深層的了解一點點 對 長姿勢 我們才能夠讓很多 尤其是女性朋友 都很不愛喝水 那真的 對不對 才能完全掌握到 自我認知才能真的認真去喝水 好不好 洪醫師 很多人說女人是水做的 但事實上男人也是水做的 對 我們人 水男孩水男孩 人也是會呼的 對 人體大概70到80%都是水 在小朋友 小baby的時候最多 然後會隨著你年紀老化 可能含水量會慢慢減少 可是幾乎都占了一半以上 如果說我們說 人體單一組成最大的元素就是水 水參與了我們每一個生理反應 那我在想好了 要講說水對我們人體的重要性 當你們口渴的時候 下午的不喝水的時候 你們要想你們身體會有什麼變化 要輕微缺水的時候 一個腦鈍鈍的 就是因為缺水 然後覺得酸酸 全身酸酸的 因為循環變差了 然後皮膚皺皺的 因為皮膚缺水 然後這些叫做基礎 然後女孩子經常很容易 如果說你之前有泌尿道感染的 缺水很容易造成泌尿道感染 有結石的很容易結石發作 有痛風的很容易痛風發作 這叫做缺水 輕微缺水 輕微就是這樣子 好 嚴重缺水 嚴重缺水你可能那個血壓會下降 然後長期嚴重缺水的話 你可能會造成你很多生理功能都混亂 譬如說我們講說要 我們剛剛有提到要排毒 你的肝腎功能 毒自己不會跑出去啊 毒已經溶解在你的水中 經由小便去排掉 然後你的毒素就排不出去 然後甚至有人研究就是說 原來你長期缺水會造成一些 早發性的大腦皮質萎縮 小朋友缺水會變得比較笨一些 然後更恐怖的是 我們後來發現那些 我們講說一些代謝症候群 不管你那些血脂肪糖分 在你缺水的環境下 你的代謝症候群會變得更嚴重 所以其實水分對我們人體的影響 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們要怎麼喝到健康的水 對啊 重點是要健康喝水 對 我們來檢視一下大家 每個人可能都有自己的方法 我在家裡我煮東西 或者是我想要喝熱的話 我覺得直接是接水龍頭的水 我自己覺得應該沒有什麼關係 所以沒有特別過濾就對了 所以沒有特別過濾 我自己的話是沒有特別過濾 因為我覺得那水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特別的打喝或什麼的 但是我在家裡 跟爸爸媽媽住的話呢 我們一開始家裡試用那種開飲機 就是熱水跟冷水這種的 但是因為我們小孩子都搬早 搬家之後呢 就是那個開飲機就沒有再使用了 但是我爸媽好像還是不敢直接喝深水 所以他們就會去撞 深水不能喝吧 所以你沒有煮 你說開飲機打開了水嗎 日本我敢喝 台灣我不敢喝 台灣我會怕 反正妳自己在家的深水水龍頭 妳就直接喝了 就是要是真的太渴的話 妳直接喝 妳直接喝 直接喝 她爸媽家就是用開飲機 對啊 她自動會煮沸的那種 對 但是爸媽那開已經很浪費電 所以他們後面他們就裝了一個 就是那個濾水器 濾水器 他們裝了之後我才發現 水好像真的很髒耶 因為我有看過他們換那個濾水器 那個濾心 天哪那裡面有夠髒 是喔 就是整個是黑黑的 就有點像發霉狀的感覺 對 天哪平常不就只是水在那邊 就是過濾過濾 所以為什麼會有這個 發霉的那種感覺 我想說 感覺水真的好像是有一點點髒 但妳自己住的時候 還是敢自己直接喝 對 因為她沒看到那個濾心 對 大家都會忘了這件事情 對不對 比較方便啦 直接喝水管味很重 我喝不出那個味道耶 妳喝不出水管的味道嗎 而且會澀澀的 有啦 會有一個深水的味道 深水就是會有一個 很像游泳池撈回來的 很淡很淡 很稀釋過 很稀釋過很稀釋過 然後游泳池撈回來的水的味道 會怕 那可是我們聽說 台灣的水是好像是OK 可以 台北市 台北市也說是可以生人 對 北翠水庫的水 對 但是現在要請教一下洪醫師 到底家用的水會有哪些雜質 沒有處理直接喝 到底會不OK呢 我們說看不到的東西最恐怖 所以看得到黑黑的還好 一瓶水 妳看出於就是水 它裡面很多東西妳看不到的 我們把裡面的雜質 譬如說那一天颱風來 妳看那還看得到的 我們把水中的雜質給它分三塊 依它的大小 最大的叫做旋酌物質 就是那些什麼藻類 泥沙 那天那個就是非常高 濁度非常高 那叫你看得到的 對 中間有一層的 10的-6次方到10的-9次方公尺 那叫做膠體物質 像細菌 細菌妳看得到看不到 看不到 可是顯微鏡看得到 顯微鏡把它拿下 那有一些什麼鐵鏽 很細的鐵鏽 氧化鏡這類 所以妳用顯微鏡看得到 最下面一層 溶解物質 我舉例好了 妳把鹽巴 濾化鈉溶解在水中 妳用顯微鏡看得到 看不到 看不到 最怕的是什麼 硝酸鹽 硫酸鹽 什麼鈉離子 甲離子 鎂離子 鎂離子 那些全部在石的附角上 那些全部都看不到 我們講高雄有很多 鈣根那叫硬水 高雄的水非常硬 鈣離子跟鎂離子 會有一種叫硬水症候群 因為我們水是每天吃進去的 當然我們每天吃 也會吃到一些鈣根鎂 可是如果你經常 今年累月吃鈣根鎂 就會造成頭痛 血壓高 肌肉 鎂離 這叫硬水症候群 水裡面有鈉離子 鈉離子如果過高 就類似是妳吃了一堆鹽巴 對不對 就會造成我們的那個 很多的那個叫做高血壓 那一些濾胺等等的這一類 可能會造成我們一些 變性血紅素血症 什麼變性 就是妳的紅血球 我突然不會攜帶氧氣了 所以事實上它還有很多重金屬 就是說這都看不到了 我剛剛講那些東西都看不到 硝酸鹽看不到 硝酸鹽有可能變成 雅硝胺的問題很多 所以看不到東西 事實上好多種千奇百怪 那妳既然講到了這個 颱風天的那個水的混濁度 那個混濁度到底可以喝 可以用 真的會洗澡洗頭 對不對 洗臉 這個可以嗎 譚老師 其實我覺得這是觀感問題 就像洪醫師講的 你看得到其實 不見得那麼可怕 其實這個泥水 放置一陣子之後 取上層的話 它導電度會更低 而且這個油度 這些那個什麼 水也沒有那麼濁了 但是其實我都覺得 這個是應該是這樣子來講 因為這是天災 那你取上層的水 你當然就是急的一些東西 先用就好了 那你不用每天都洗頭 像有些人 你就那個時間 就改一下時間 或者說你非要拿那個泥水 來洗衣服 我覺得這也是不必要 那如果這是錯誤的 煮水方式 對健康的危害 有過什麼樣的案例嗎 淑慶 我之前寫過一個 比較特別的案例是什麼 它是現在有些人 家裡懶到什麼 它就是用飲水機 這系列的你知道嗎 就是說 它就是那個機器 直接出過來 就是熱水這樣子的 那之前有一個媽媽 她就想說 她那個樓層 有那種飲水機 她就想說直接用飲水機的 熱水來泡奶 這樣很方便 因為她也覺得飲水機 應該出來的水 就是煮沸過的水 熱水頭 結果她就後來 小朋友後來 開始奇怪 然後就送醫生 發現說它是什麼 沙門氏菌感染 後來才發現說 它可能 因為那個飲水接頭 如果我們用飲水機的時候 我們熱水屋 你可能很乾淨 茶壺你每天用也都會洗 可是那個飲水機出口 你會去用濾水器換濾芯 已經是不得了的事 台灣人有些濾芯超髒的 對 可是那個出水頭 如果是很多東西在接觸 你可能沒有那麼仔細清洗 結果她其實因為那個 入水頭的地方 就是出水口的地方 汙染到 所以汙染到那個有沙門氏菌 所以她小朋友喝的奶 裡面就有沙門氏菌 結果她就變成沙門氏菌腸炎 齊薇 那妳怎麼喝水 其實很麻煩 因為以前我很喜歡一個 法國礦泉水的牌子 然後呢 所以我就會定期去定這個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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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